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刚过的主日 就是两堂的信息都讲到有关婚姻的事情 我知道婚姻是很复杂的 有些弟兄姐妹也经历挫败的婚姻 那么在这一切里面 我们自己也很多的反思 但是我们知道神起初造男造女 这方面是我们要多认识的 各位 我们五月份在家庭月的时候 很多弟兄姐妹是带着一个期待的心 来听家庭信息 为家庭祷告 每年我们都听到有关婚姻儿女的信息 但是有时我们要问 为什么听了还是一样 有些人当然过去这几年 听了神的话 心里得造就 开始会慢慢的 在潜移默化的对神的道 然后怎么应用在自己的家庭婚姻方面 就逐渐的会看到一个改善 但是也有人好像听来听去都一样 在面对整个家庭婚姻的事情上 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回到神所启示的真理 然后以祂的真理来设计自己的家庭 其实神只有给我们一本书 然后这本书就是圣经 这里面把一切有关婚姻的事都启示给我们 所以我们有时不要太快的认为说 这个世界很多的参考书 心理学书 这些好像更合用 有时候你一定要问 当这个世界在社会文化继续改变的时候 人只是写出有些能够应对 这些问题的一些书 或者一些参考的意见 但是只有永久不变的圣经 要告诉我们 男女是怎么被造 男女是怎么被结合在一起的事情 所以在我们为家庭婚姻的事祷告 你要问 现在你夫妇生活里面 你们夫妇之间的整个的生活原理 多靠近神所启示的 或者你要问 我们的婚姻是多么的偏离足 祖所启示的婚姻生活 其实我们在为家庭祷告 特别家庭婚姻祷告的时候 有两个危险 第一个危险是我们的受伤 我知道很多人一讲到婚姻的时候 现在人就存着很多的受伤 也失望的地方 各位 我们带着受伤 失望的时候 就会对神所定的婚姻的定律 婚姻的原则有更加的 有一种抗拒 比如说妻子会觉得说 特别受伤的妻子 为什么我要顺服她 为什么要顺服我的丈夫 她都不懂得保护我 不懂得引导我 对不对 所以每一次一听到顺服这句话的时候 好像这个痛处就会来 有一些丈夫是也有受伤的 丈夫的受伤就心里面就存着 她都不愿意顺服我 不听我 有时候我叫她关注孩子的事 家里的事 她就忙自己要做的事 忙自己的事业 其实这也是一种受伤 所以就这样带来两个人讲不通 一个一想到顺服 我顺服不了 带着一种受伤 一个是讲到要带领 怎么带领 她都不听 所以这两者就失去了 那个彼此顺服的默契 所以你就发现讲不通 所以这样的家庭信息 对她来讲 没有什么益处 因为好像那个道理是懂 但是因为自己的伤害 自己的失望 也叫两者都没有办法 把这很完美的婚姻原则实现出来 所以有时候我在教会看到 久而久之 很多已经在教会很久 已经听到有关这些夫妇信息的人 他们就只有把丈夫的带领权 跟妻子的顺服帮助的角色 当作是一种概念而已 你们明白吗 概念 就是说很实际的 真的夫妇生活当中的运作不是这样 但是因为教会讲台 每一次讲 圣经也每次讲 听多了 所以这个只有留在一个概念而已 家里里面有很实际的问题出现了 到底谁要牺牲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比如说孩子不听话 那谁要开口骂他 谁要先指责孩子 谁要带来这个家庭有一些的原则 其实实际来讲 没有真实的这样运作 有些夫妇两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 孩子哭了 那谁要去放下工作 去管孩子的事情 你们看 所以讲是会讲 每个人都会知道带领跟束缚的原则 但是有很多的障碍 尤其是人就是受伤 失望 一种感觉好像圣经所讲的原则是很难实现 不可能实现的 我的软弱也好 他的软弱也好 就是已经久而久之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 其实危险是什么 因为你在你的受伤失望里面 你更是觉得好像生得到不实际 或者不可能实现 另外一种危险是什么 另外一种危险就是 婚姻生活太稳妥了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通常人不会去问 到底我们有没有遵照圣经缘 我们家庭生活都好 也有钱花 孩子也好 生活顺顺利利 对不对 你没有去问 到底这个顺服跟带领的原则 有没有在我的家庭里面发生 有时候我们看到 好像两个人 夫妇两个人 有好的工作 有好的薪水 每年可以到很多的地方去游玩 这样的条件都有 对不对 没有问题的时候 好像没事 但是直到有一天 可能两个人开始有家庭计划 要生孩子的时候 发现其中妻子不孕 对不对 不孕的时候就很难过 好像有这样的事情一发生之后 就有点措手不及了 那个时候 丈夫要马上怎样 要发现我们一来生活都很好 没有事情 对不对 现在我要劝导她 我要带领她 我要安慰她 我要帮她想办法 甚至为这件事情要祷告 有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冲击来的时候 反而是你就发现不得不要去 丈夫是要怎么带领 妻子要怎样的顺服 这样的事情有没有 或者已经有孩子 孩子慢慢长大了 长大的过程当中 你就发现她有自己的思想 又不听劝的时候 丈夫要怎么进来 要说话 有时候两个人都忙着工作的时候 其中一个妻子 就慢慢要放下工作的很多的重担 然后关注这个孩子的成长 这样做 那么这时候 妻子要牺牲 牺牲的时候放下工作 经济也开始少起来 就很多家庭的调整 一般很多没有读圣经的人 就是说 我们生活需要 经济的情况要好一点 才舒服 所以就会忽略了 属于在这个时候 这样的危机的情况 孩子在这个成长的阶段的时候 谁要牺牲 这个东西你不做 四年五年孩子长大了 思想形成了 那时候就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有一些人是有警觉 为什么 因为他看得到问题 也是因为他回到圣经的话 他有感觉 从圣经的话来看自己的家庭的时候 自己的家庭没有在一个很蒙恩的 神所设计的原则里面来运行 反而都是为着生活需求物质 这样来走着 来这样function 所以有一些人是看得到 有一些人看不到 所以神说 你们不要做愚昧人 你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也特别 各位 有时候神真的爱圣命 有时候我们自己的盲点 我们看不到 我们就以为说 没有什么大事 这样就可以 我们没有想过 有时再过几年 再过几年 孩子也长大了 你们夫妇两个人 没有看到神荣耀的形象在自己的父母身上的时候 他自己进入自己的婚姻的时候 也带着自己的错误的思想想法来设计婚姻 那时候一代一代的问题就会传下来 所以有时候神爱圣民故意制造有一些环境 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才会被激发 被刺激 去想 到底我们有没有遵照 圣经所讲的婚姻原则 所以我们人都一样的 没有环境 不会太在意 就是生活好 有钱 各方面 家庭 各方面这样就好 有些 家里很多的事务的 通常我们请女佣 比如说这样简单的东西 有女佣 但是等到忽然间女佣回去 你就知道那两个礼拜大家家里就打仗了 就是谁要做这个家务 谁要洗衣 谁要做 连两个礼拜都这样的 我们刚刚这个疫情才刚过 这两年有一些弟兄姐妹 女佣就回去 回去的不能回来 因为那个疫情嘛 然后我就一看 现在女佣不回来了 孩子还小 又有家务 两个人有工作 这个时候谁慢慢要牺牲 或者减少工作 然后谁要现在比较顾这个家里面的事 我就这样看 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都是应对 没有在一起有一个抉择 有一个认识 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怎样 遵照圣经的原则来做 其实我要讲 我们很多欠缺了 因为每年这样听婚姻信息 多数的人都是有问题来得到一些安慰解决 但是谁要真实的回到最正常的 也是神所启示的那个婚姻生活 没有问题 大家都不管这个东西 听听罢了 好像这样 就觉得说我的婚姻没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各位 你只有活一辈子 只有一生活在地上 也只有一个婚姻 这样你要怎么按着神的话来活 然后很荣耀的一个婚姻见证带出来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情况都不同 有一些另一半还没有信主 有一些上偶 很复杂的 对不对 有一些另一半没信主的时候 他的观念 没有基督教观念 所以那怎么办 所以你也要明白婚姻的原则是什么 婚姻的原则不是只有给信徒 这个神造男造女 不管信徒非信徒 有男性有女性的 结婚了 有关系了 都是进入这个神所定的婚姻原则里面 你不信这个原则 你有你自己的一套 你要跟着这个社会的改变 男人 女人 女人也可以做男人 男人也可以做女人做的 你这样走的话 最后一定有一个反效果会出现 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 我们要多思考 要多祷告的 所以我们一起看神的话 我们看以福所书 以福所书 我主日十一点半的信息 好像用了这篇 然后我们还是再看一遍好吗 以福所书是讲到基督与教会 也是再次讲到婚姻的事情 第五章 我们看到圣经现在在讲 有关我们跟人的关系的事情 那圣徒的十七节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明白主的旨意 十八节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胆 各位 这里特别讲到的是什么 这个背景是讲到 现今世代邪恶 现今世代邪恶 所以我们特别要明白主的旨意 通常我们讲 现今世代邪恶是 这个现今的世代 特别不相信上帝的真理 特别远离上帝的真理 我们看的这个社会的动向 文化 意识形态 都不在乎圣经所讲的真理 对 那现今的世代邪恶的时候 特别你要注意 神为人与人定的 为丈夫与妻子定的 为父母与儿女定的 你要明白 特别要明白 然后明白之后 要怎样 要圣灵充满 我讲了圣灵充满 要怎样 圣灵充满不是整个人昏昏沉沉的 要清晰 明白主的旨意 然后心智坚定 要成就主的旨意 不是像怎样 不是像醉了一般 所以这里说 不要醉酒 你醉的人糊里糊涂这样 所以圣灵充满不是醉的 是清晰的 是心里火热的 是意志坚定的 所以你先明白主的旨意 你要圣灵充满 有没有 所以现在 这个两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 明白主的旨意 圣灵充满 这样我们在所有的人际关系 才能结出国子 所以 现在二十一节说 我们一起读 二十一节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所以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都是一个彼此顺服的 我曾经说过 对不对 大家顺服牧师 牧师要不要顺服大家 要 对不对 你们顺服牧师 说牧师你给的指示 你给的教导 我们听众 当作是神透过你给的 那牧师也要得到主的心 怎样顺服你们 所以我的顺服是怎样 就是 好好的牧养你们 就是牧养主的群羊 带着牧者的心 为群羊牺牲 这是一个牧师要做的顺服 我们主耶稣基督来 对不对 道成肉身 当然人都要顺服他 门徒都要顺服他 但他有没有顺服人 有啊 他顺服父母 对不对 他最后晚餐的时候 他怎样 为门徒洗脚 洗他们的脚 服侍他们的 那个顺服的举动 各位有看到吗 所以 人跟人的关系 都是一个彼此顺服的 所以夫妇之间 虽然有一个 一个是要听从的 一个是要带领的 但是整体的精神 是彼此顺服的 我们都顺服 神为我们造的 那个夫妇的原则 来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怎么对待 这是一个顺服来的 绝对不是 好像主人跟奴仆一样 丈夫这样的 很苛刻的这样带妻子 命令她 绝对不是 这个里面是一个 顺服的关系的 所以 丈夫带领妻子 不是向她吼叫 不是这样的 妻子顺服 丈夫的 也不是不甘愿 绝对不是这个 彼此顺服的关系 所以讲到这个的时候 人就是不愿意顺服 所以当神把人 一带到婚姻生活的时候 你发现 你这一生就是反父母 反老师 反老板 反政府 那现在 你怎样 你反你的配偶吗 不可能 对不对 你要学顺服 你要顺服 不懂得顺服的人 这个地上 得不到人的爱 真的是这样 所以 我们看 现在怎样 第二十二节 你们做妻子的 当怎样 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所以 二十五节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 舍己 所以 妻子的顺服 是一定有什么 不是一个象征而已 实际的东西来讲 一定有怎样 要帮助 因为女人被造成一个帮助者 所以我的顺服 能帮助她多少 帮助她的心灵 帮助她的思想 帮助她做事 处事待人 帮助 男人的爱妻子 不是天天买玫瑰花给她 这样 没有意思 对不对 你爱她 为她舍己 这个里面 是一定有什么 由你为她祷告 你要关注你的妻子 你知道她的软弱在哪里 所以 她需要你的指示 她需要你的鼓励 有时候需要 很多方面的 对不对 需要你的指引 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你就那时候用权柄 要骂你的孩子 责备她们 然后叫妻子在天天 跟她们很多的事务 教她们读书 教她们做家务 很多方面 叫妻子越来越容易 对不对 所以 丈夫的整个的舍己 整个的爱妻子的那个举动 不是好像主人命令仆人这样做的 有很多的心思放在里面 来看 观察 整个家庭的运作 孩子跟父母之间的运作 还有兄弟姐妹 你的孩子 我有孩子三个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爸爸都看 他们是怎样 对不对 还有他们的思想怎么形成 就关注这个东西 所以 这个里面 其实是怎样 其实很需要 还是 你旁边那位 皇后 对不对 天天帮你处理 很多家里里面的事物 这个方面 各位 我们从这里很清楚的 我们就会知道 夫妇要怎么彼此顺服 这个顺服 并不是说两个人就平起平坐 因为在整个家庭运作里面 那个运作要顺利进行的话 一定两人有一个神所定的角色 那个角色一定有的 所以这个家庭里面 无论怎样 如果妻子做了决策者 很好啊 妻子很聪明 很能干 他就做了决策者 无论这个家庭多好 看起来 绝对不能荣耀神的 绝对不能荣耀 因为神是先造男 再造女 天使也这样看到 所以 为天使的缘故 女人头上 有蒙头的记号 圣经这里 到处都这样讲 对不对 所以 弟兄姐妹 妻子 那个帮助 补助的角色 是很重要的 但是也是要 也是很奥妙的 不是这么直接 不是这么容易 因为情况很多种 甚至有时候 我可以跟各位说 比如说有些丈夫真的没有自信 比如说很多年没有工作了 找不到工作 妻子很有社会经验 她要怎样在旁边 要鼓励她 给她提议 建立她的自信 这也是一个顺服 这就是一种顺服 叫做帮助者的顺服 所以这一点 我不用再多提 但是我最后 就是把这个角色的 某一方面的 有一些的挑战 我带出来 所以各位在应用的时候 各位会发现 可能各位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很多的不同的挑战 但是带领跟顺服的这个事情 不是这么容易 自从人犯罪之后 女人要恋慕 要恋慕 要控制她 丈夫是怎样 要管辖 因为看她不听我的 就吼她 这种关系 其实在家庭是很不健康的 给孩子也不好的影响 孩子的生命是从两个人来的 两个人彼此的顺服 但是又看得到有带领者 有听从顺服者的妈妈 带领的爸爸 孩子的心灵是最最最健全的 永远记得 那么各位 现在有几个挑战 第一 通常当我们讲带领跟顺服的时候 我这样说 家庭的问题 如果我们说到底是她妻子没有顺服 还是丈夫没有带领 我们每次问来问去 对不对 其实通常都是头先有责任 头先有责任 所以 牧师的角度来讲 我对弟兄的一个要求是比较多的 我讲实在的话 弟兄要担起家庭的责任 要养家糊口 要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个权柄的象征 对不对 所以 我对弟兄的一个要求是比较多的 我有三个孩子 一个女儿 两个儿子 这个女儿呢 我跟他说你要懂得尊敬 虽然弟弟在你权柄之下 对不对 你是姐姐 你能讲他们 但是你对他们讲话 不要 stupid 这种话 我每次跟我女儿 你不要这样讲话 你习惯了 每次好 每个男人都给你踩下来 这个东西 这个 因为他逻辑思维比较 你说女人比较 女孩子比较成熟快 她读书也比较好 所以 讲弟弟 反应也比较快 姐妹这个很危险的 什么都好 只不能顺服 这个是很辛苦的 这个是我每次提醒我的女儿 这个东西 但是兄弟姐妹在一起 一定是每次stupid 但是我的儿子 我每次跟他们讲 你们不要 爸爸妈妈每次问你们什么 不懂 不懂 你要不要选择 不懂 不懂不懂怪 其实他是不要 不要不要讲不要 要就要 不要就不要 要不要读书 不要 等一下才读 不懂 所以九二九字 我发现 这个男人做不了了 这样 所以 我就跟他说 是就是不是 要就要 不要就不要 你自己有责任感 自己决定 你的时间 你的安排 你的什么 对不对 不要随心所欲 不要随心所欲 这个东西 所以 我说 每一个男人 我每次跟他说 每一个男人最后都会成为领袖的 你知道吗 孩子 每一个 你就算在教会 在公司 不是做领袖 你在家里也要做领袖的 对不对 我儿子说 这样麻烦 不要结婚了 我说 你跟我讲不要结婚以后 可能你第一个结婚了 所以 所以 这个方面 我就 OK 所以 家庭 带领者是一定 最多的责任 对不对 神一定是 就是把重担放在男人身 但是 但是 我这样讲 我这样讲的话 有一些男人不可以承受 因为 你要知道 他已经软弱很久了 所以通常 像我刚才说的 当这个带领者 非常没有自信 没有智慧 帮助者就是姐妹 不要马上就去做头 你越这样做 他已经没有自信了 他就越退后 越退后 所以到一个地步 整个家只有你讲话了 姐妹 只有你讲话了 那真的是就不好了 所以 那时候 你要将 如果你丈夫没有自信 你要将你的关注 用你的恩赐 来帮助丈夫 要怎么带领 丈夫需要智慧的时候 你可以给他提议 丈夫需要自信的时候 你可以给他鼓励 丈夫有点无知的 你要给他information 你们懂什么叫information 你要给他情报 知道家里什么事 孩子怎样 不要你自己懂而已 自己懂 不用跟你讲了 讲了也没有用 你也不懂这样 不要讲 你要跟他讲 习惯里面 你不要担任他的位置 但是他的位置 是要带领的话 他需要懂 家里怎样 孩子怎样 经济怎样 他要懂 你什么都管到完了 所以他什么都不懂了 他不但不管 什么都不要懂 所以让他懂 人知道的时候 就会知道 我可能需要做一些决定 或者需要提议一些事情 所以 这是一点 所以不要一直留在那种 我的丈夫不能啊 不会啊 不懂啊 这些东西 所以帮助者在那个时候 怎么担任帮助的角色 这很重要的 你的情况可以改变 你的丈夫跟每个人的丈夫都不一样 也可能 对不对 跟一般的男人不一样 可能他有经过挫败 有挫折之后 但是你是一个帮助者 你能够帮助到他 你能够医治他 你能够鼓励到他 你能够坚强他 其实帮助者的角色 因为你要知道 你无论多厉害 你的头软弱 你很辛苦 对不对 你手脚多厉害 这个头不能动 不能想 你手脚动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原则来的 原则性的问题 第二 通常我看弟兄姐妹 夫妇之间的难处 每次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就是 常常让个性 成为一种阻碍 很奇怪 对不对 我们如果讲 带领跟顺服的角色 应该是 弟兄看东西比较有宏观 比较大体看 然后姐妹比较细密 但是现在相反 姐妹看东西 宏观 很客观 比较粗糙一点 弟兄很细密 弟兄看东西 很细 很关注人的心灵 什么东西 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有 对不对 人家讲现在这个时代 其实不是这个时代 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 因为神造人都不一样 我问各位 你们看我跟师母 哪一个人比较细密 猜 谁讲师母 有人讲 谁讲是牧师 你看比较多人 大家比较了解 对不对 牧师是比较细密 你看我预备信心 你们就知道嘛 你看我讲到人的心灵 什么东西 其实家里面 我每次讲一个蚊子 都飞不出的 我的儿子在另一个房间 他搞什么 我就知道的 他在做什么 他是什么 玩手机什么 刚刚就知道的 其实我是生来就这样 很细 但是到一个地步 后来我发现不好 细是神给我的 但是因为细密不能放下 不能不管 其实不好 其实不好 所以有时候我在家的时候 我就跟师母 师母 孩子这样这样这样 你等一下教他们 这个学习什么什么 这个东西 你这样跟他们讲 然后做 然后我交给他 我是故意要交给他 因为如果我不放手 我真的没有办法 很多教会里面的书 我都不用做了 头脑一直被这些东西 关注 所以很细致的人 你要知道 现在你在家庭运作的时候 我要在家庭要带领 所以很多时候 我跟孩子 有时候我也慢慢学 让师母跟他们多交谈 然后我是出来 大提方 怎样 今天生活怎样 今天有没有 该做的做了 有尽责的地方 有尽责吗 就简单讲这个东西 我是故意这样 就是不要给他们那个感觉 孩子啊 你的心灵怎样啊 你们的什么啊 什么 我是故意不要 因为爸爸太多这样也不好 但是有时候 我在教会牧养去 牧养弟兄姐妹 我要知道他们的心声 他们的挣扎 他们的情况 你们了解吗 但是我在家里面 我叫师母 你担任那个角色 比较好 所以有时候 我就骂了孩子之后 骂他们 有些小儿子就骂了他 之后我跟师母 你去跟他讲话 然后跟他说什么 这样说 这个你来做 你们了解吗 所以你看 我的那个领导 对不对 我就想到 有些东西是我应要做 但是不是我来做 有些要做 但是不是我来做 师母要做 但是有一些地方 我一定要先给他 家里有一个权柄 谁是头 谁是比较严厉的 这个一定要带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默契 所以有一些姐妹 如果你在公司里面 是做经理的 你下面几十个人 对不对 关关关 你回到家之后 你发现你要调整 一定要调整的 因为现在你不是在公司 你是在家 你是一个帮助者 帮助的时候 那时候要改一下思想 改一下mindset 然后对孩子的事 家里的事 要懂 要什么 比较细密一点 回到公司 又改另外一个 所以你要能够做到 因为这个也是神给你的恩赐 你要明白 这个不是欠缺 这是恩赐 但是你的心灵要遵照神定的那个场合来调整 对不对 你在公司是老板的话 老板应该有的那个眼光 那个宏观 那个原则 你在家庭里面 你是帮助者 你要细密的要帮助 要关注家里的事物 还有家里人的心灵的事情 这个方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一点是我们每年在学这个带领跟顺服的事上 男跟女的事情上一定要加以进步的 不然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 我看这里 我们比较年轻的一些夫妇 弟兄很洁癖 有些弟兄家里要弄到干干净净 姐妹随便插就好了 还好我跟师母不是这样 我是比较在整洁方面很糟糕的 不是很糟糕 一般 一般 但是师母是比较好 不然我的家就完蛋了 但是我看这个 我们新时代的弟兄 就是洁癖 家里弄到干净 姐妹就很压力 所以我是觉得 我要跟那些弟兄说 你如果 你姐妹做了家务 你永远是你再来做一遍 你的姐妹永远不会学的 你要让家里 就是到这个standard就好 但是 你可以跟妻子沟通 哪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 你如果永远就是 她做得不行 我一定要这样干净 要这样整洁的话 你给妻子也一种压力 或者妻子就依赖你了 他就说反正都是你做嘛 你最厉害对这个东西 所以有时候两个人要怎样塑造彼此 不然的话 他女性应该要学习的那个东西 没有好好一直这样学 没有进步 所以这些方面都是 两个人要塑造彼此的事 所以这一点 所以跟个性没有关系的 个性有各种各样 但是带领跟束缚的那个角色 在家庭里面 特别是你们要祷告出来 第三 你要看到顺服跟带领的这个角色 男女在家里面 丈夫 妻子这个方面做得好 一定有长久的价值的 你遵照神的意思做 恩高必定会来 恩上加恩 我昨天跟师母讲这句话 这句话不懂很多人听了会不会骂我 我说我们教会的弟兄的潜能其实是很大的 不只是在工作 服饰上 其实都可以突飞猛进的 但是现在我看的时候 我们的弟兄 没有到那个地步 一般 可能有一些只会工作赚钱这样的东西 但是能够工作家庭或者家庭工作跟教会两者监护 这些东西我看很少弟兄做得到 很少弟兄 那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当然有很多理由 但是我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 在 得着妻子的帮助 这方面 不够 这样的说法 不是讲 我是看我的一般的同工们 年轻的同工们 三十几 四十几岁 这些东西 因为 大家已经到一个年龄 孩子已经长大了 但是最忙的时候 三十多 四十多岁 事业 各方面 其实这个时候是能够把最好的献于主的 但是我看在教会里面 我在教会长大 每次三十多 四十多岁 五十多岁 五十岁这样 之前全部的服饰停下来 搞不了 弟兄也是 在教会的服饰很多停下来 只有忙着工作 如果你这样想 人都是等到五十多 六十 快要太阳下山了 才来这样服饰主 这样那个意义有什么 意义在哪里 其实我在讲 一个弟兄 如果神为他造了一个帮助者 他的各方面的恩赐才能够突飞猛进 跟他旁边的那个妻子怎么帮助他是很有关系 可是一个弟兄 他回到家 这里家里也要做 孩子要照顾 孩子 妻子也忙 因为妻子很多都是上班的 对不对 所以他很分心的时候 其实后来我发现 在神要求他做的最好的事情上 他没有这样发挥他最高的潜能 讲真的 这个我在崇拜讲的话好像不太礼貌 很多人会抗议 但是我这边讲很多人会听 但是我也不是 我崇拜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东西 我是聚会完之后 那天我看弟兄姐妹 他们之间 我觉得有一个不理想 所以我说 我也不是说妻子要完全放下工作 但是妻子呢 因为现在妻子的工作量也很多 在公司也做经理 做什么 也很多 工作也带回家做 妻子也把工作带回家 孩子如果现在小学中学 你工作带回家的时候 家里怎样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 起码你要做工的话 做安胎工 你明白吗 安胎工 你们了解吗 不用什么 就是8-5 5点下班 完事就完的 你们了解吗 如果你还要7点 8点 9点工作带回家 这样做工的时候 你会看到长远的那个取舍 在你的丈夫身上 他在服侍 他在思想事情 他在带领各方面的事 甚至他自己的事业要怎样发展 其实他有欠缺 因为他有后顾之有 我跟各位说 一个人做认真的工作 是要怎样 四五个小时能够很集中专注 这样做工的 对不对 你能够四五个小时 集中专注的工作 才能把没有的变成有 对不对 好像我的信息 你以为 这边孩子 这边写两句 这边家里妈妈一下桌子 然后再来写两句 你以为这种信息能够出来 不可能的 所以在一间公司里面 为什么CEO的工钱是最高 他们是集中专注 整个公司里面的那个planning 他设想整个情况 不是这边坐一下子 然后分心 这种工作 是一般拿一两千块的人做的 你们两三千块的人 你们明白吗 那种不需要集中力的 真的需要很重要的 集中的 要很全身心关注的工作 然后这样的 好像从无便有的 你们明白吗 这种工作 才是人能够花上 好几千几万块 然后聘请你来做的东西 你们明白吗 所以我跟各位说 这种 弟兄要能够做到这个地方 妻子一定要帮助他 如果弟兄 在公司里面 回来 还要主 还要孩子 还要什么 之后他是怎样 之后他是躺在床上 刷手机 没有力了 因为太stress 你太stress 才刷手机 他还有什么时间去想 教会的是 服侍的是 小主缘要带领的 从来没有时间想这些东西了 你说牧师 我丈夫 没有做这些东西 也是刷手机 所以这个是 你自己跟他的默契 你们自己 你担当有些东西 然后你对他 有一点间接的要求 然后让他有时间去做 所以我每次看一对夫妇带领小组的时候 我是看 其实那个带领小组的 带领的好不好 其实跟他的另一半很有关系的 因为如果你要在 三十多四十多岁这样的 好像你的孩子还在长大的时候 你要带领 把小组带领好 一个人要集中三个小时要预备信息 谁来管家 谁来管孩子 一定是你的另一半 对不对 如果弟兄带领信息 姐妹一定要带领 一定要家里面的事物要弄好 这种默契如果没有的话 我跟各位说很难 但是如果已经成为一种默契 这彼此顺服的那种原则 已经在这个家庭里面 你就会发现 家里的这个头 这个弟兄 在各方面越做越好 服事也做得好 工作也做得好 在工作管人也做得好 没有后顾之忧 你们知道吗 我讲很实在的话 你们去设想这些东西 我自己也有家庭生活 我自己也在带领整个教会 不单是牧养 还有整个团队 整个全职工人 这些东西其实是我很细密的 有想过的东西 不是一个概论 概念好像这样 不是的 概念的东西是不讲黑 也行不出来的 但是如果神的话 真的是真理 真理运行的这个宇宙 这个世界 这个家庭夫妇关系 如果我们不遵照的话 一定有损失 一定有损失 所以愿主帮助我们 在这方面多设想 我盼望我们五月份过后 我们有一种反转 牧师的心是这样 我总是觉得今年比去年好 但是另一个心思还能够更好 你们听得懂吗 牧者的心是这样 无论怎样 你们在这边听到这么久 今年比去年好 但是还能更好 愿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感谢祢 今天实在地用祢的话勉励我们 让我们看见 主祢为男人造女人 然后把他们需配给彼此的事情 是多么的神圣 多么的荣耀 求主帮助我们众人 特别有婚姻生活的 我们反思重享 整个婚姻生活的运作 是否有没有遵照主所设计的原则 另外我们当中 如果没有婚姻生活的 主 我们的另一半就是主自己 主是完美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怎么单一的依靠祢 听从祢 这样我们必定会看见 主额外的恩典 加倍的恩典 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感谢主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欠缺的 但是祢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关系 我们都愿意要回到最合乎祢的意思的来行 求主帮助众人 我们感谢祢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